前几个月 基督城的清真寺枪杀事件 震惊了纯世界 我们听到四面八方来的谴责声音 之后呢 斯里兰卡教堂跟酒店的恐怖袭击事件 也令许多人悲伤欲绝 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 或者其他人 我们面对突然间的死亡的时候 我们都感觉震惊和悲伤 这是人的常情 也是理所当然的反应 其实无论是突然间的去世 还是渐渐的生老病死 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 死亡 世界上每一年有五千五百多万的人死亡 每一天有十五多万的人死亡 每一小时呢 六千多人死亡 每一分钟一百人左右死亡 每一秒钟呢将近两个人死亡 换句话说 我讲完这句话 七秒钟之内已经又死了十个人左右 那十个人里面呢至少有六七位 要进入永远的灭亡 这个灭亡比死亡更加可怕 但是人们只为着眼前的死亡而震惊和悲伤 却没有为着永远的灭亡而震惊和悲伤 当主耶稣面对突然间的死亡的事件的时候 他慎重地呼吁还活着的人们 他说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记得十九年前 当八十多岁的仙母突然间去世的时候 我们全家也是震惊和悲伤 但是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他已经信靠主耶稣为他的救主 他去世之后进入的不是灭亡 而是永生 因为主耶稣应许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各位朋友 死亡是残酷的事实 但是比死亡更加残酷的是灭亡 永远的痛苦 在火壶里被火烧的痛苦 永不止息的痛苦 你可以避免躲开永远的灭亡 就请你现在信靠主耶稣 为你的罪儿时第三天复活了 你现在就可以从灭亡进入永生 弟兄姐妹 我们周围还有许多人 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 我们要带领他们悔改信耶稣 逃避永远的灭亡 进入永远的生命 每年七月的圣教约提醒我们 走向灭亡的人们需要你我的关心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们需要逃避 最残酷的灭亡 朋友 当我们畏着突然间有人死去 感到震惊和悲伤的时候 我们更要畏着每一分钟 有许多人进入了残酷的灭亡 而震惊和悲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多人